藍營當中有蠻大一批人 他必須要選擇閉上眼睛 才能夠找到自己能夠繼續活下去的理由 否則看到民進行政府看到蔡英文受到的待遇和規格 其實我覺得對他們的這個內在自信心是有嚴重的傷害 那所以當這個疑美論 疑美論是存在的 那當你看到麥卡錫辦公室發出的這種官方的邀請的時候 叫大家記者要去報名的時候 這就是一個公開的官室訪問行程 他上面特別寫臺灣總統 所以當你看到這一張的時候 你難道沒有覺得那我之前講疑美論 是不是有一些自打臉 自打嘴巴 沒辦法 因為他們必須要閉上眼睛 他們沒有辦法看到事實的真相 好那不管你是不是閉上眼睛 不管是不是有打擊到你的自信心 這一群人其實都無法抹滅一個事實 這個事實就是蔡英文跟麥卡錫的見面 會登上世界各國的國際頭條 這件事情你無法否認 否則不會有一百六十個記者跑去登記 我要採訪 不會有這個美國的各黨的這些議員跑去報名說 我們要跟著麥卡錫一起去見蔡英文 也就是說跟臺灣的總統見面這件事情 對於這些人來說是重要的 剛剛佩文姐講不只是麥卡錫覺得重要的 其實很多國家為什麼有這麼多的訪問團來到臺灣 是因為他們認為跟臺灣這樣子的國家見面 對他們來說是重要的 那所以我們看到在這個蔡英文抵達洛杉磯的時候 不是也有一些中國的人 然後跑去支持蔡英文的嗎 在這裡 挺臺中國人到場聲援 對 所以這個就證明了說 因為臺灣的價值 臺灣的民主是讓這些力量能夠凝聚在一起 這也是為什麼大家拼了老命要報名 去跟蔡英文見面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的確創造出這個沒有辦法讓人忽視的價值和民主的成就 那所以你用更多的這些 不管是時代廣場的影片啊 不管是登報紙廣告 拼了老命再羞辱蔡英文 這些事情其實都只證明你中國到底有多在乎這場見面 因為你在乎 所以你生氣 因為你在乎 所以你要花這麼多錢 花這麼多精神力量來攻擊蔡英文 也就是說這次的見面是成功的 是有效的 是能夠讓臺灣在世界上面更進一步的 讓各國對於臺灣的信賴以及互信的那個深度 是更往這個樓梯上方走 那所以你就只能自己生氣啊 你生氣了會影響到美國跟臺灣之間的互信的程度嗎 不會 你只會促使這些民主的力量 連結的程度越深而已